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多的 我简单说 包括到今天为止都可以这样看 我们谈什么叫做地质学的话 我们有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 那我后来比较专长的是地质古生物 地层古生物学这一类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新的 比如说工程地质等等 也就是说一个地质系的学生 他进去以后 他从大一最后到大四 他选择他人生的路向 他选择他真的要对哪一行 哪一个subdiscipline 亚学门进去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选择 你数学比较好 很可能你的倾向性就是去做 比如说地球物理 你化学好 你走地球化学 像我这个人 我当年以为我化学好 想读化工 到了地质系以后 发现不是 所以进地质系有点像进一个复合式餐馆 它是满汉全席的 它是各种风味的 那么这个知识的饗宴 知识的大餐放在你前面的时候 你可以偏食 你可以挑嘴 虽然在大一大二有些困难 因为你有共同科目 但是到了大三大四以后 就变成可以走自己追寻的路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走了又是那条比较少人选择的路 选了古生物地层学 那时候我们分成两个组 一个叫矿物岩石组 一个叫古生物地层学组 那么在当年的那个情况下呢 为了出国也罢 为了一个学术的那个光环或者荣耀感也罢 大部分的同学选的是矿物岩石组 因为它这个直接的一个隐身就是它可以开矿 那么开矿的话 至少在当年是很重要的 同时可能会有很好的待遇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召唤 这个部分我等一下稍微讲 我就选了古生物地层学组 它的比例是非常悬殊的 分这个组是一种暂时性的 并不是放在教育部或哪里 或招生的时候很明确的 所以它并没有人数的分配 所以譬如说我们当时呢 大概有三十个学生的话 有二十七八个选矿物岩石组 只有两三个学这个古生物地层组 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有党修的问题 什么叫党修呢 譬如讲 矿物学没有通过就不能学岩石学 岩石学没有通过就不能学矿床学 那这三个学科刚好就是二三四年级 所以我们假想一位同学二年级有问题没有通过 或者三年级有这个失漏 它的四年级的矿床学就不能修 那这个会 如果读书不顺 会一直拖到六年 那还不如去读个一科 同学当时这样想 但是另外一组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学矿床学 或矿床学没有过 还是可以从这个古生物地层组毕业 所以我们这个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到了大三大四以后 慢慢人会多出来 多出来的原因是从另外一边排挤过来的 是因为它的学科被荡掉 它为了还能够及时毕业 所以选另外一条路 反正是有一些同学是被逼的 是一种选为了毕业年级考量的选择 所以这个组就有一点又被污名化 或者说被看低 现在回头想我的朋友还在问我 你怎么会选古生物地层学组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也常在追索这个问题 除了那种独立性 除了那种自己心里 有一点点的职傲以外 有一些少年时期的经验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 我长在木炸的乡下 读高中 初中的时候还是住在那边 我记得我们很喜欢在那个乡下的一个 一片有点像石壁 或者是一个坡 很陡的坡 在那边游玩 打仗 躲迷藏 那有一次躲迷藏就躲在那里 回头一看 石头上有一朵花 这朵花 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人 整个被这个好像从头上到身体 就一种梁子的感觉就这样画过去 古人说醍醐灌顶 有人说就是宇宙时光被一下冻结 就那种感觉 为什么石头里面出现一朵这样子 五个花瓣像菊花花瓣一样 对称的那么漂亮 而且有很多小的细节的东西 就是人就突然呆在那个地方 它是什么 我一直要到地质戏念到了 大二以后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海胆的花石 那后来房间就常说叫做菊花石 因为它那个五瓣看起来有点像菊花的花瓣 房间俗称菊花石 后来我了解是海胆的花石 那种震动很奇妙的就一直埋到了 意识的底层或生命的深处 那到后来又把你召唤出来 我也说过高中的时候 出场这个韦特的烦恼 就是交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 那当时也很难有什么比较高消费 所以我们常常能够见面的地方就是新公园 现在二二八公园 二二八公园旁边有一个很棒的建筑 叫做台湾省立博物馆 现在是国立台湾博物馆 下雨的时候 天很热的时候 我们或者闭人耳目的时候 就进入这个博物馆 进入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很奇怪 也是很妙的经验 就是在玻璃厨的下面展示了台湾的 什么地方的花石 那我看得太入神了 看到后来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以为是这位女同学 我还说让我再看一下 结果那有人说 你把我们的玻璃都弄脏了 鼻子不要靠那么近 夏天的午后 额头上鼻头上的汗珠或油脂 都染在那个玻璃上面 原来觉得看不清楚 就拼命去看 这个事情有两个效果 或三个效果 第一 我第一次被警卫这样子拍 然后真的吓到 第二 这女孩觉得很糗 同时呢 或者我自己觉得很糗 在所谓的女朋友面前这个样子 失态 同时女生也很生气 你完全忘了我的存在 第三 其实我觉得那里已经开始打开 或召唤我要走向这一条道路 所以后来在地质系选择起来 就开始读了古生物学 对很多人来讲非常冷门 对很多人来讲匪夷所思 可是今天回头看 40年前的一个选择 竟然是最美好的选择 不是可以是写的 好的 这是什么 嗯 啊